中秋節快到了 我們今晚去一個最近很網紅的地方 跟他們拍攝燈籠 位置在元朗的大橋街市 開放時間是早上8點到晚上8點 大橋街市對面有一個停車場 叫做順福糧倉 價錢是星期六日公眾假期 32元一小時 看到了 趕得及 很多小狗來打卡 一邊才打卡 第一次去逼三日公眾 一邊吃飯 什麼小狗來打卡 一邊吃飯 一邊吃飯 有個小狗來打開 燈籠的費用最便宜是三十多元起跳 這些小小的 就三十八元 這裡也有一些傳統普通的燈籠 就四元一個 去完看燈籠 剛才途經街市之前 我們看到幾間餐廳都有室外位 不知道可不可以帶小狗去呢 現在遲些帶大家去找一口吃 最後我們選了這間餐廳 這裡雖然是室外位 但也有蓋子 半露天有風扇 還有一部風扇 很想吃炸鮮奶 小食也很吸引 炸鮮奶也不錯 它的脆皮很酥 車寧鴨酸酸味有多適合 很開胃 馬來西亞香咖喱烤雞 咖喱汁有點甜 但雞就略嫌軟了 不是脆皮的 今集來到這裡又差不多了 其實Toby 汪生人 預祝大家中秋節快樂 很好吃 大腿